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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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香港史记第二季第四集 1972年英中双方对香港的论述 上一集提到香港市民对英国政府的态度 香港精英对英国政府的态度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1971年尾 1972年的香港前途 那段时间香港的右派部长 例如香港时报和民国派为首的《工商日报》 虽然对中共的态度成议 但他们始终认为香港在那段时间 是不会有即时的安全威胁 1971年10月19日 前英国驻东南亚专员 Malcolm McDonnell 在北京会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总理都再次表明 无意在新界租约完结前收回香港 这再次表示 中共的最多领导人 依然对香港前途抱着官望的态度 而非草率行事 经过一段长时间讨论有关香港问题 1972年1月 英国首相 向希斯Edward Keith 批准外交部 和英联邦事务部就着香港的问题 每年发表一份报告 这个亦说是自六七暴动以来 英国对香港的长期政策报告 终于获得首相府的正式认可 至于中国方面 在72年3月8日 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 王华 给了联合国脱席委员会 UN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 写了一篇文章 提出香港和澳门 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签订不平等的条约 相继变成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地方 所以他重新 在许可的情况下 一定会和这两个国家进行谈判 北京这样做 除了可以在联合国留下记录之外 方便日后追究 亦可以证明 香港的前途 一定不会变成独立国家 而是回归祖国的环境 对此 英国又好像没什么意见 五日之后 英国同意和中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 香港的部长都认为英中关系正常化 中国会对香港大陆利多于摆认 亦正因如此 香港自此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 colony 改为英国的宿地 Dependent Territory 五月的时候 港督麦李浩 对香港前途 提出几个见解 他就这样写 可能到了1980年代 我们一定要就新界租药的问题 与中国政府沟通 但我们必须要慎重走每一步 如果我们稍有差池 使民对殖民的信心就会崩坏 和我们的倚家能力将会大大降低 默士也指出英国政府应该等到后毛泽东时代 将香港问题重新向中国政府提出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处理香港的内部问题 例如 市区重建 交通 房屋 教育 经济等等 他认为处理内部政策 日后的谈判筹码增加 事实上 默士在这10年任期的内部政策 都受到公众的欢迎 但至于有否增加这个谈判筹码 我就觉得大家 自有功能 我们今集先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 就进入了70年代末期 到80年代中期 中英双方就着香港问题 之间的角力 敬请各位听众留意 今集我们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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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